Hello everyone, this is Lil 我有其实如下这位学员他的私人的微信 我偶尔通过他的朋友圈 然后可以去观察他自己记录他的移民生活 或者家庭里发生的一些喜怒哀乐 结合这篇文章 其实又一次让我想起来 以前直播和学员讲到的一些话 就是我们学好英语,学会英语 其实它从来都不是英语本身的事情 它背后其实包含了我们个体与家庭的幸福与快乐 接下来我就给各位读一下这封学员来信 来加拿大一个多月了 一直想写这封感谢信 苦于语言般的作业太多 几乎每天都在赶作业 终于等来一个悠闲的周末 有机会提笔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激之情 并且用自己的精力来激励一下 正在跟着胶囊助学计划学英语的小伙伴们 为期13周的语言班已经完成了三周 这个是他在加拿大报的一个语言班 他说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内心庆幸 说自己有跟着Leo老师把新概念二册学完 并且跟了一轮老师的雅思直播课 今年三月份 Leo老师第一轮开雅思课的时候 他刚刷完新一,查漏不缺 新二学到第十课左右 虽然老师建议最好学完二册 再跟他的雅思课 但是想着老师的雅思课报名之后 是可以一直循环播放的 就毫不犹豫的报了名 后来也很庆幸自己提前报了雅思课 这才让他有了更多的动力 认认真真的去完成新概念二册的作业 他说因为Leo老师加引号的 挂羊头卖狗肉 说打着英语 打着雅思课的旗号 做成了什么呢 说心理咨询师 加提升学员的内驱力 加提升学员的收伤 加提升英语的能力 而不单纯是应识能力 等等等等 还有很多内容 我印象当中我还讲了critical thinking 还讲了positive psychology 积极心理学等等 他说而市面上绝大多数雅思读布克 都是在分析提醒 教硬式技巧 给口语模板 让你天天刷题 笔者说我经历过 挺痛苦的 没熬过去 放弃了 他说尽管第一期雅思课 他是混水摸鱼度过的 毕竟他当时水平是有点低 但是有激励 他以12分的尽头 把新概念二册学完 之后临近出国 各种琐碎的事情 他内心非常的焦虑 实在无心准备雅思 他就在国外报了语言班 上语言班之后 他老师布置的第一项作业 你猜在是什么 对喽造句 这就是我们在加拿大语言班布置的 他说要知道 Leo老师上新概念的时候 是让我们造了上千个几千个句子的 当时在心里膜拜了一下 Leo说有了这个基础 造句这项作业平均分 我几乎接近满分 对吧 你出国了也是学这些 发现了吧 说贝克文 被单词刷题这些事 Leo从来没让我们做过 他比喻这些事相当于挂着一档猛轰油门 说不是完全无用 而是效率实在太低 其实光从造句这件事情看起来 说我就受益无穷了 在造句的这个过程当中 首先他熟悉了生词 然后还能不断巩固以前学过的语法 习惯用法 当然也有以前的单词 然后他再一遍遍的用Grammarly去修改自己造的句子 也会慢慢减少很容易犯的一些语法错误 最后他说 一篇文章也是由一个个句子组成的 当你能把句子写好的时候 离写好一篇文章 他也就不远了 在反反复复造过无数个句子之后 无形中他的写作能力也提升了 老师上课给他们布置的一些写作方面的作业 比如说Summary Analysis 他也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 有几篇甚至拿到了90多分的成绩 另一个很值得推荐的 就是Leo老师让我们做的熟读成诵 不同于很多老师要求背文章 Leo老师强调 反复强调的就是不用专门去背 而是每天尽量按照要求的时间去跟读文章 可以同时提升听力 提高发音 无形中提高口语的流利度 另外还能不断内化文章当中出现的 单词语法习惯用法 就是一举多得 效率非常的高 跟读这个学习方法 江南数学计划的课 还有很多值得推荐的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说诸位可以慢慢自己去探索 对于我来说 受益最大的就是跟着Leo老师的教学方法 把新二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学完了 即使我现在的单词量 可能还不如一个高中生 但是我有一种稳抓稳打的感觉 这种扎实的基本功 让我基本上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 就适应了他在加拿大语言班的强度 目前的平均分达到了80 还是一个蛮值得骄傲的成绩 是吧 另外他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国外的语言班啊 并不比亚思简单 价格也很贵啊 这个其实我以前直播也说过 哎 这接下来就有点像软广了啊 说Leo老师的雅斯克呢 比比Leo老师雅斯克十倍还要多啊 两万多块钱十倍还要多 是吧 那可能就三万 而且注意这是最关键的 成绩不达标 也要重新花钱 花时间重修补修 所以奉劝大家呢 还是在国内努力考一个比较好的雅斯图夫成绩出来 这个是我一直跟各位说的 对吧 语言班的好处就是更加接地气啊 接本地的大学的课程 对吧 更早的适应全面授课 老师教你怎么写essay啊 如何写presentation啊 各种reference的格式啊 这些其实我们大学里有免费的workshop啊 当然 你就像他说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网上学 对吧 语言班就是花钱 请老师监督自己去学 然后你在考虑上还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这个汇率的问题 对吧 他就贵了 他说最后呢 希望Leo跟Berlin的胶囊助学计划越做越好 粉丝越来越多 见您寄言 让更多的人在学英语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也希望如你们所愿 将来的胶囊助学计划能在整个教育行业都有影响力 加油啊 LUNA 2023年9月16号 OK 那以上呢 就是这名学员的学员来信了 期待您的学员来信